今天长春养生密码 这保守估计台湾有20万名的女性 都饱受了子宫内膜异胃症状的困扰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每个月月室来 精痛会痛得不得了 到底该怎么样治疗还有改善呢 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 中国医药大学副社医院副产部的主任林武周 林主任来到节目现场 主任早安 主任早 早安 大家好 好 这个主任先告诉我们说 这个子宫内膜异胃症状 到底它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 好 这些症状其实跟它影响的部位是有关系 是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分成是说 在脊部的股纹腔这边的影响 或者比较远的地方 比较远的地方 其实最常见都是在比较少见的 那也是不少见 那是在会胀的部分 那我们最近是这两个礼拜之前 有一个患者他是每一次月进来 他就会喘 那最后发现是因为他子宫内膜异胃症 是转移到会胀去 所以每一次月进来的时候 他就破掉了 会这样破掉 他会气胸 就会呼吸困难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用手术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在骨盆腔里面 在骨盆腔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看成 是有中间的位置 还有是两边的位置 在中间的位置 是有我们的妇产科的东西 子宫卵巢 食卵管 它的前面就是我们的膀胱 后面就是我们的肢肠 所以影响如果是妇产科的子宫卵巢 那就会影响我们的 除了不舒服以外 还会造成生育的问题 是 那如果是前面的部分是膀胱 那影响是要造成有膀胱的症状 膀胱症状最常见的是很急 刺激会很多 那如果是影响到膀胱内膜 就是越进来的时候 同时在我们小边里面 还有越进的出去 那如果是在后面直肠的部分 后面直肠的部分 比较早期它是影响到直肠的联膜 那联膜的部分 大部分会造成肠子动得会更快 所以会拉肚子 是 那如果是影响更深 在吃到我们的肌肉层 那肠子就不太会动 不太会动就会便秘 那影响到更深的到我们的内膜 那是大便的时候就会有精绪 所以它的程度不太一样 但影响到后面的部分 脂肠的部分 大部分性型的时候 都会出到这些病灶 所以会痛 所以影响的范围听起来蛮广的 对不对 蛮适广 如果不治疗的话 是不是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这些就是跟它影响的器官有关系 那如果这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殖器官 就是卵巢 宿轮管 子宫 那就是影响的部分 在卵巢影响的部分 大概排卵功能会有问题 那同时这个卵 一般排卵以后如果要受孕 一定会跟精子要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的子宫内抹异胃症 它除了一个构造上 会破坏我们的器官以外 它会产生一些 免疫反应的相关的荷尔蒙 那这些荷尔蒙会造成功能上 会受影响 如果说像这样的子宫内抹异胃症 因为像有年轻化的趋势嘛 大家可能一天要这个病 觉得是不是要开刀啊 它的治疗大概就是两个方式 那一个就是 它是跟荷尔蒙是有关系 所以用药物是对抗医治这个荷尔蒙 就是女性荷尔蒙 那开刀就是把病灶拿掉以后 它的病灶越少的时候 它的影响会比较少 所以治疗大概就是 根据它的病灶部位来决定 还有自己的需求 是 所以像药物治疗的话 有分哪几种呢 药物治疗基本上大概就是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位好了 一个就是最主要是 在脑下垂体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脑下垂体的部分 以上的部位 脑下垂体以下的部位 就是我们卵巢 最后的部位 所以中间的部位 所以药物来讲 就是有对抗最上面的 最上面的就是一般的是用打的 而是一般的影响 直接造成我们的停静 是 那如果是中间的这部位 大部分是跟蓝芯荷尔蒙的 产生的衍生物是有关系 所以它常常会影响的 就是会有蓝芯化的稍微倾向 所以会胖一点 长多多 越紧会稍微乱乱的 会滴滴答答的出去 就是会有一点副作用就对了 那但是蒸剂还是有它的好处在 对不对 蒸剂它就没有这些问题 就大概好处有哪些呢 那蒸剂它基本上就是会抑制我们最上面的 所以它没有信息传下来 所以基本上它是很快可以达到 没有女性荷尔蒙的阶段 就是我们的停静这个时候 所以它不会有蓝芯荷尔蒙的副作用 那因为它的女性荷尔蒙是很低 所以它不会有像因为我们平常又吃黄体素 是另外一种治疗 就直接抑制对抗理性荷尔蒙 不要让它细胞分类 因为细胞分类它不会一长一多 所以黄体素它是受伤最末端 我们卵巢 或者是我们的子宫内膜那边 那如果是用打了这种针 它就不会有黄体素的副作用 比如说会胖一点 胆固成为比较高一点 所以因为它没有荷尔蒙的 抑制荷尔蒙 所以对组房的刺激会比较少 是 那如果就是有这样困扰的女性朋友 其实最好还是请教医生 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到节目现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